Intermittent fasting 间歇性进食 稳定我们的血糖 降低胆固醇 增加我们细胞的自食能力 改善代谢 降低胰岛素抵抗 在实验组里面 他们明显降低了体重 他们掉了两公斤 那这些是不是都会产生 研究数据里面的一个漏洞 Hello 大家好 我是Yelene 加拿大树蔡营养师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 Intermittent fasting 间歇性进食 对我们的减肥真的有帮助吗 我最近问了Deepseek一个问题 我说间歇性进食 Intermittent fasting 对我们的减肥真的有帮助吗 那Deepseek就回答我说 Yes, of course 间歇性进食 不仅对减肥有帮助 它并且可以帮助我们改善代谢 降低胰岛素抵抗 肯定我们的血糖降低胆固醇 可以增加我们细胞的自食能力 促进细胞的修复和延长寿命 哇 Intermittent fasting真的有非常多的好处 那我们今天就来探讨一下 它对我们的身体 真的有这么多好处吗 Intermittent fasting 间歇性进食 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减肥吗 那首先我们先来定义一下 什么是Intermittent fasting 它其实是指在一段时间里面不吃饭 比较常见的那就是168清断食 就比如说是在16个小时里面是不吃饭 和在8个小时里面是吃饭的时间 比较常见我在客户里面看到的呢 就是不吃早饭 从12点开始是第一顿饭 直到晚上8点是最后一顿饭 当然间歇性进食 它还有其他非常多的一个做法 那作为营养师 我要去研究一下科学数据是如何说话的 那我在去做一个研究分析的时候 我比较喜欢去找一些systematic review系统综数 因为它可以很好的去结合一些比较高质量的实验 看看能不能达到靠谱的一个科学的结论 那比如说在这个论文里面 我找到的系统综数 它结合了9个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随机对照实验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结论是什么呢 那它的人群呢 是在40岁以上无代谢疾病的肥胖成年人当中 那间歇性进食呢可以很好的去降低体重 BMI身高体重比体脂率 还有甘油三指的水平 并且它没有导致受体重Limbody Mass的减少 但是研究里面它也有说 然而需要更加多长期 并且高质量的研究数据来证明这样的结论 我也具体去看了一下 它结合的这个9个随机对照实验 我发现它的实验数据的时间太短 通常是在两周到六周的一个时间 那我们其实都知道减肥它是一个人生里面的慢跑 它并不是一个冲刺的阶段 那在两周到六周里面有明显的一个体重下降 并不代表说它长期对它的体重 是有一个很好的管控效果的 那我对这个研究数据 我产生的第二个问题就是 什么是常规饮食呢 那难道是把intermittent fasting 间歇性进食去跟对照组 他们是可以随意在晚上去吃零食 点心 甜品 这样子一个人群来对照吗 那第三个问题 对这个intermittent fasting的人群 他们会不会知道自己是实验的人群 他们有意识的在这两周到六周的时间里面 去更加多的实践健康的饮食 那他们会不会顿时饮食里面变得健康非常多呢 他们可能晚上吃零食的习惯就没有了 他们可能平时晚上吃蛋糕的习惯也没有了 那这些是不是都会产生研究数据里面的一个漏洞 那在这九个随机对照实验里面 我就去选择了其中一个 他用的是168断食法 那我首先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一个实验结果 我们都非常好奇他的一个结论嘛 在实验组里面 他们明显降低了体重 他们掉了两公斤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实验的设计 这个实验 它的人数非常少 20个人是对照组 25个人是实验组 并且其中12%的人并没有完成实验的一个间歇性近视结构 所以说被排除在外 最后实验组的人数只有22个人 那对我来说这个实验的数据sample size太小 人数太少的情况下 我没有办法去得到一个非常可靠结论 那第二点 这个实验它是六周的一个时长 对我来说这个实验数据相对时间太短 那第三点我觉得这个实验报告非常有意思的点是实验组他们体重掉了2% 然而对照组他们的体重反而增加了1% 我觉得为什么在六周的时间里面他们跟着自己常规的饮食走体重反而会开始增加呢 对于体脂率而言实验组他们体脂率降低了1.6% 然而对照组他们的体重增加了1% 这个就让我觉得非常好奇 那作为一个营养师如果他要向我展示 间歇性进食是优于传统的一个饮食规划 另外一个传统常规饮食呢 但是在这个研究数据里面会让我感觉对照组他们的饮食明显是有些问题 他们的体重和体脂率在六周里面快速的再往上走 接下来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Ramadan 也就是穆斯林的摘月 那对于穆斯林呢 一年都会有一次摘月 那在这一个摘月里 从日出到日落 就是他们的进食时间 我去找了一个系统综数的研究报告 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这篇研究呢 它结合了70篇研究论文 它的总共人数达到了2947名的参与者 它的研究结论是 在超重和肥胖的人群当中 摘月前后的体脂率有明显的下降 降低了1.46% 但是呢 它在体重正常的人群里面 并未看到显著的体重变化 这个研究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点 它追踪了进食之后 两周到五周的一个时间 这些人的体重慢慢恢复到摘月前的一个水平 哇哦 也就是说这些人的体重反弹了 所以说这个研究的结论是 在没有健康的一个饮食生活习惯 长期改变里面 短时间进食和摘月 它给我们体重下降达到的一个效果 只是短暂的 那接下来我想分享一下 Intermittent Fasting 有没有研究数据表示 间歇性进食对我们的体重下降 是没有帮助的呢 我在这边也找到了一个系统综数的论文 那在这个Systematic Review里面 它筛选了27个比较高市量研究论文 总共跟踪的时长是两周到26周的时间 其中有两个论文 它是有一年的跟踪时长 研究人数是10个到244个 那这个研究论文 它得出的结论就是Intermittent Fasting 间歇性进食 它可能在治疗肥胖里面有一些潜力 我们目前为止 实验数据的规模太小 人数太少 并且追踪的时间太短 所以说我们需要更加多 长次的一个实验数据 来证明这样一个答案 另外在一个Systematic Review 系统综数的研究论文里面 那在这个9项实验里面呢 它总共有540名参与者 在对照组合相比于间歇性进食里面 它并没有找到明显的差异 那基于我们前面有分享到的一些研究数据 有一些研究数据表明 间歇性进食可以对我们体重和体脂率 有好的一个帮助 但是呢也有一些研究数据说 长期来说间歇性进食 对我们的体重和体脂率 并没有明显的效果 那作为营养师 我会怎么看待间歇性进食呢 我在这边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个人的一些想法 那首先第一点对我来说 减肥体重管理 它是一个长期的饮食效果 它并不是在一个两周或者是六周的时间里面的冲刺 我更加多考虑的是 这个人在半年 一年 两年 五年以后 他能否是有一个长期的饮食效果 可以帮助他 不光是体重管理 血糖管理 还有体脂率等等 达到一个比较健康和可持续的效果 当然我不希望有个人 他体重在短时间里面往下掉 但是他在长时间里面 他的体重又反弹回来 任何一个人 他的体重上涨或者是下降 跟他整体的一个饮食质量是有关系的 并非只是一个不吃饭的时间窗口 那第二点 任何的一个饮食方案 它是以健康为目的的 以健康为目的 就是我会关心 你是否在一天的饮食里面 你达到了 比如说你的钙的一个需求量 能够长期降低你骨质疏松的一个分险 你是否达到你铁的一个需求量 能够降低你贫血的一个分险呢 那间歇性进食 他只是说在一个窗口时间里面不吃 他并没有告诉我说你在你可以吃的时间里面 你是否能够达到你的营养所均衡呢 那最后呢 我作为一个饮食 我是非常希望大家能够找到一个健康均衡的饮食方法 并且它是跟我们自己生活习惯是可以很好的一个契合的 那每个人的生活习惯有一些不一样 那要根据每个人的个人情况来进行调整 健康性进食 它是要因人而异的 我们不能盲目的去跟从16个小时不吃饭 8个小时里面可以随意吃这样一个结构 更加多的是我们要考虑我们一天吃饭的一个时间窗口里面 我们具体是怎么吃 我们怎么样去分布我们的饮食结构 这个对我们长期的健康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好了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 那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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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